网传新秀英格花13万美刀去保罗训练营 结果毛都没学到 事后趁保罗龙夺护尔给了他一拳呢 不是网传 这是事实 英格拉姆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提了 他说他相当于是被保罗给骗了 宣传口号喊得乌尔振天醒 当时那会给出物料宣传嘛 克里斯保罗这是NBA联赛当中 被很多球迷认为啊 你如果看不懂克里斯保罗的比赛 说明你不懂篮球 所以这么一位顶级大脑 他到底是怎么打NBA比赛 你想了解吗 不要你38万 不要你28万 现如今如果三天之内你报名的话 只要12万8千把 当时英格拉姆中了计了 12万8千把三天之内 我不报名就错过了 克里斯保罗考虑到他是一代名死 在联赛当中颇受准重 那会英格拉姆年纪尚幼 自己呢 仔细失存呢 这事告不告贾大人呢 考虑到自己的父母 挣钱 其实在当地呢 也没有那么容易 起早滩海 属于是白手起家 艰难创业 有了一片家产了 但这些东西都是靠汗水呀 日积月累 这东西积攒下来的家子 也不容易 经营一个球馆 小县城呢 虽然说是室内球馆 但十指城门票收入这块 也是比较有限 一张票一张票挣出来的 甚至父母二老啊 亲自要参与打扫 这玩意多累呢 挣了点钱呢 英格拉姆当时也合计 我告不告贾大人呢 但是后来啊 考虑到 未来有朝一日 真说我能够生明确起的话 我能够功成名就 难道说 我不能说 让二老有更好的 奉养环境吗 所以考虑到自己 未来的野心 考虑到目前 自己求进还有欠缺 我干脆 投入名师们下巴 趁着这个假期 我进一步提升自己 所以这回家之后啊 很不好意思跟父母张嘴 说克里斯保罗 现在就搞个优惠活动 我能不能去呢 十二万八千宝 这个价格不便宜 英格拉姆小头一抵啊 父母一看呢 爱子的信谢 互读情审 当时父母二人 仔细一对眼啊 狠狠咬了咬牙 把这个自己啊 春泽拿出来了 十二万八千宝 拿着这份学费 找克里斯保罗报办 所以这个英格拉姆呢 坐长途汽车 到了克里斯保罗的学院 教完这费用之后 结果保罗来了 讲了一通官话套话 教了一些基础动作 然后呢 不教别的了 长着眼的 自己真正压强点绝活的 一招没学 这就英格拉姆 回来之后 不好意思跟父母讲 就这个仇恨嘛 这种种子 因为英格拉姆非常了解 自己父母有多个劳累 供养自己 就自己被骗了 花了十几万美元 啥也没学到 这口气 你当时的恨不恨的 要跟你念恨的 所以这个后来 就是插语豆嘛 打了保罗一下 这个怎么讲呢 我感觉当时啊 一是什么 英格拉姆之前 确实挺恨这个保罗 这个人表面 盗毛二染 实质上的 什么钱都挣 这都是账钱的 因为这年轻小孩 啥不懂 你说你户门 这不行啊 再有一点呢 之前再找的时候 胡人队啊 曾经出现过 尼克扬一为五 一个打五个 你说那窘境 让人感觉 简直是不忍之事了 没有帮手 你当时那会儿 尼克扬被对方 影分身组合 就这个大小莫里斯 前后夹击 再加上其他一堆帮手 打着这个尼克扬啊 简直是节节后退 被对方 围而殴置 当时 所以这个英格拉姆 一想到胡人队 之前那种 团队内部 彼此之间的不齐心 这次我不出手的话 我愧对 就是自己的老前辈 拉桥龙多 所以当时就上去 给了保罗一个电炮嘛 我感觉 于公于死 英格拉姆做的 紧就篮球角度的话 我认为也问题不大 这就是各位其主 当时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